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8月25号星期三 这是一期未经证实的八卦小道消息 我们先搁在会员正想里面 好不好 这一期的会员正想视频 好吧 我今天的时间是2021年的8月25号星期三 现在是下午4点23分 好吧 得到消息什么 就是说中共现在习近平已经决心了 要将房产税从上海及重庆等试点地方 扩大至全国 以前就在上海和重庆有一些地儿 展示作为一个试点 房产税是什么 就是说只要你拥有房子 你就要每年的交税 拉斯维加斯这的房产税 差不多1.0%不到2% 什么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套100万的房子的话 你每年就要交1万多 不到2万美元的税 来拥有房子 他就是说逼你的 不要你的 就同时持有太多的房子 因为成本你就接受不了 对吧 你的房子如果不 就是说如果不升值的话 那么你交个100年的税 你这房子等于就基本上都给政府了 你能不能就把1.0%多 不到2% 有一些地方能有2% 我记得休斯顿 是不是差不多就是2%的房地产税 对不对 那比如说50年 你就等于送了政府一套房子 你懂这意思吧 那么10年 我们这边可能10年就15% 他那边可能10年就20%就没有了 你住10年的话成本非常高的 你这房子等于你在吃跟吃房子一样 对吧 中国也这样 因为中国有一些这种房姐房书 对不对 动不动就100套房子 100套房子什么概念 如果他的房子都是 比如说100万人民币 如果收1%的话 他一年就一套房子都没了 一年光交房地产税 就一套房子都没了 对吧 就1%的话 对吧 所以就是让房地产要降价 降温 就算不降价 也要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 这么一个价格区间里边 还是习近平那句话 就是说房住不炒 认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 有的人太有钱了 房子太多 你应该就卖一卖 对不对 这样 而且你这么一卖之后 房子就便宜了 这样有穷人也能买得起房子 然后还要取代地方政府 从土地出让 获得的收入 因为现在土地出让 有一些限制措施 那么地方政府 如果不能卖土地来挣钱的话 还得有其他收入 如果增加了房地产税 地方政府来讲 又是一个巨大的收入 我这地方 所有的房子 每年都得我交1%的税 不少钱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还有一点 中共就认为 就是说这么搞的话 可能能够促进出生的欲望 出生率 因为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就觉得 买不起房 根本就婚都不想结 对吧 买不起房 婚都不想结 丈母娘不同意结婚 对不对 不对 买不起房 你就没有丈母娘 对不对 结不起婚 生不起孩子 如果能够遏制一下房价的话 可能也能够让多生点孩子 因为将来如果人口急剧缩减的话 对中国经济可能也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这个事其实闹了好久 我们现在得到了准确消息 不是准确消息 未定证实的八卦小赵消息 好不好 半年之内就会落地 咱们这种东西一说 咱就得说个准的 对不对 今天是2021年的8月25号 半年的话 就是到明年的2022年的2月25号 对不对 这就是半年6个月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得到消息 到明年的2月25号之前就落地 全国就会开始推广了房地产税 这个事反正闹了好几年了 终于拍板了 下定决心 就是说批下来了 税率各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各个地方不一样 这要看 有一些太扯淡的地方可能也没有 但是反正全国性推广 我想一些一二线大城市 然后三四线的小城可能有了 有一些特别偏远的 我觉得可能也就没什么必要 到时候看 到时候看 但是反正你要意识到一点 这个消息 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 因为它准确的话 如果这个消息准确的话 就非常有价值 那么在房地产市场里边 你就可以去思考 在里边怎么能够 给你自己规避一些风险 然后可能还能挣一点小钱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说一下 这是未经证实的八卦小赵消息 能不能成真 我们也不知道 好不好 对于非会员 就是说如果成真了 我就解封了 你就看到了 对不对 你就知道了 还有这么个事 不过那时候 应该有来不及的就完了 对于会员来讲 你现在可以就是说思考一下 就是说你死闻过的小道消息 可靠还是不可靠 因为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对房地产市场 以及对房地产相关的这些企业 以及他们的股票 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对 看他准还是不准 准不准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要知道我的个代飞会员了 对不对 个代会员 就是因为有可能他是要不准的 好吧 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